OdioJungle 美国向联合国下达最后通牒 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不同意他提出的叙利亚停火星方案 华盛顿就准备单方面采取行动 接着英国人也照葫芦画瓢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就关于双重间谍斯克里帕尔中毒的指控 英国向俄罗斯发出的24小时最后通牒 英国人还以为自已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 在俄罗斯对斯克里帕尔中毒的指控 没有做出切实可信的回应后 特雷莎没宣布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和驱逐 23名外交官甚至有英国媒体报道称 英国必须援引北约的第五条条款 这一军事协议条款规定 北约必须保护另一名被认为受到攻击的成员 一位英国内阁部长对英国独立报说 发生的将是一场经济战争 这将是经济手段 俄罗斯的经济只是英国的一半 这并不能带给我们任何快乐 但我们需要欧洲各国在法治的范围内行事 而不是像流氓一样 环球时报评论称 英国指控俄罗斯 证据并不充分 连英方自己都说 既可能是俄政府操纵了对前特工的谋害 也可能是该军用神经毒剂流传到了国外 英国在没有提供毒剂样本的情况下 要求俄对事件负责并做 说明在逻辑上存在漏洞 无罪推定 是国际法和联合国人权宪章的基本准则 俄国RT电视台评论称 英国及其盟友依靠有罪推定的反向原则 而不是无罪 在斯克里帕尔中毒和女人被明显毒杀之后 英国当局和媒体迅速判断 所谓的袭击是俄罗斯政府 为了报复过去的背叛行为而进行的工作 这一动机经不起审查 加拿大战争罪辩护律师布莱克说 无罪推定是现代形式司法的基石 这是每个审判中最重要的因素 被告被认为是无罪的 除非证据确凿 由于西方国家的政治权已知计 无罪推定 这一法律原则的侵蚀 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美国提起北约盟国推动的各种特别战争罪审判 就是按有罪推论 给前南斯拉夫和非洲的政治敌人定罪的 为了要魔化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下的政府 西方国家在许多场合都使用了有罪推定原则 包括2014年在乌克兰上空击落马航飞机 暗示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冲突 莫黑俄罗斯运员使用兴奋剂 并禁止参加奥运会 断言俄罗斯干涉美国和欧洲选举 并诽谤莫斯科在叙利亚犯战争罪 这都是精心策划的一部分宣传战 旨在损害俄罗斯在世界朋友和盟友心目中的威望 特别是打击寻求连任的西方眼中丁普京 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似乎没有人会问 这与前间谍中毒的时间有关 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要这么做呢 就在总统选举前的一个星期和世界杯 前三个月 俄罗斯怎么可能从这样的行动中获益呢 前间谍此前在俄罗斯被拘留 并在英国居住多年 如果俄罗斯像英国想象的那样 想要毒死他 那么他为什么不早动手或晚动手 偏偏在这个时候动手 按正常人的思维 普京没理由干这事 连任毫无悬念 反对派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英国指控属实的话 只能表明莫斯科方面的精神完全错乱 借刀杀人 置路为马 栽赃陷害这类是 西方没坏干 最典型的英媒声称 萨达姆子基村大量生化武器 这场冲突触发了一波教派血腥仇杀 其影响至今仍冲击着整个地区 目前还不清楚 是谁从这次不合十一事件中受益 但肯定不是俄罗斯 更不是普京 我已经在这儿有一个人 这个东西 是你 我现在不过来的 有什么事 我现在不过来的